把鏡頭轉回國內 國安局不只從選後 就開始向總統蔡英文 這個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報告 國安情勢 現在更分析出 陸方對台的九大策略 包括重批圖 少批菜 硬調為主 軟性為輔 目的要創造兩岸的緩衝空間 而蔡英文接受平面媒體專訪 也刻意要呼應 520前是兩岸難得的緩衝期 而這之間不回應九二共識 也希望陸方能夠再給點善意 主席 中根建交馬東東 批你們劍列欣喜 我們兩方家國都想跟 就中國建交 我們有什麼應用措施嗎 遲遲不回應外交議題 畢竟陸竿陸竿附交 還是牽動兩岸關係 加上520進入倒數兩個月 就職演說說什麼 北京當局瞪大眼看 懸後第二度接受平面媒體專訪 蔡英文指出 520前是雙方展現善意 累積互信的難得緩衝期 儘管台灣民意跟陸方期待有落差 仍希望大陸再給點善意 更相信陸方對台灣內部有觀察 能思考不需外人指點 但對於九二共識 一中原則520前不回應 受盡了黨內外的許許多的壓力之後 結果還看不到對岸的一個善意 因此我們覺得當然期待對方有善意 如果對方沒有善意的話 就變成白搭了嘛 中國大陸九大策略就建立兩岸緩衝 現在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緩衝期 會這麼說因為國安單位也在選後 匯集情報分析大陸對台九大策略 包括維護過去兩岸交流成果 防止逆轉現行局勢的操作 對台策略以硬調為主軟性為輔 仍維持加強經營美方關係 防止台灣獨立 對任何台獨主張將嚴格打壓 但不批評蔡英文創造兩岸緩衝空間 當然對民進黨政策有一些看法 但是對蔡英文個人 幾乎看不到這樣的直接的攻擊跟批評 我們認為某個角度來講 這是表示他們保留未來 跟蔡英文作為互動 跟協商的一個對話的對象 520前緩衝期 蔡英文也在佈局新人士 和大陸關係友好 日本也滿意 曾經留學日本的行政院前院長 謝長廷出任駐日代表 將成定局 如果屬實的話 我覺得那當然會是一個 很特別的意義 因為他是曾經擔任政府層級 最高的駐日代表 那憲法共識 他其實受到的注目 就不只是兩岸之間 在美國日本有很多的學者 有很多的政府的官員 也都很重視這樣的一個論述 卓言520就職演說 成為兩岸十字路口 蔡英文跟王毅的憲法說 極有可能成為民共對話鑰匙 考量台日友好和兩岸關係 也讓曾經提出 憲法個表的謝長廷 終於浮上台面 有電TV成員比劉軒台北報導 提供要 晚上 色冠 斌